我这几次见你 我觉得你的感觉 还真的是跟以前是不一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人就长大了的感觉 还是 你喝了酒 不是 这才喝多少 这个对我来说 已经开始起到作用了 开始慢慢放松了 太好了 谢谢给我这样的机会 谢谢 谢谢 你的确吃东西了 别空肚子喝酒 那样就会好了 你的确是把头发这样 完全说上去特别适合你 我以前 我以前都是花仙子的发饰 花仙子什么发饰 就是那样的 然后又是那样的 其实我以前 为什么老是有刘海呢 就不如额头呢 一个也是因为伤的关系 还有一个我倒觉得脸长 我想说有刘海可以遮一点 就脸就没那么长 脸长不是挺好的吗 很上劲的那种感觉 还是现在年纪大了 无所谓 你真这么觉得吗 跟以前比肯定是年纪大了 对吧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年纪 就是到什么时候 你会有年纪的感觉 心理年龄上我还真没有 但是从外形上说 肯定是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但我特别客观的说 从一个女性 跟观众角度来说 我会觉得 现在你比 七八年前 十年前是要有魅力的 那时候可能比现在要嫩 但是他是个青色的一个男孩 但你现在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男性 那从 肯定是比那时候会有魅力 你自己不这么觉得吗 因为我那时候不敢在做节目的时候喝酒 真的 就如果 如果我今天还是来到你们的摄影棚 是吧 然后还是那样 端坐在那的话 估计还是那种状态 不会是像现在这样 我觉得你的改变 就是你真的比之前厚重了很多 但是你不会让她走 吃治愈 吃看 吃看 吃 吃